新的學期才開始 現在有高雄市的家長 發現說 國小的課後照顧班 費用怎麼會變過 高雄市 教育教是按這個學期開始 調館國小課後照顧班收費的標準 期望有得到一三次 高雄市教育的選舉工會 現在配平在金本市 在北市家長的費用 新學期開始 孩子很開心要進去 但是家長受到教費斷 卻是不太開心 因為發現國小的課後照顧費用 不僅變貴 而且各校的介紹又差這麼多 為了幫助雄心 還是幼稚家庭來照顧小孩 還有單位雲尊國小的開辦 課後照顧班 在辦二之後 讓學生留學 一直到會保護點半 甚至更換 教育期的課後照顧班費用 原來是四百塊的重點費 先以上課的洗手 對於零點八的行政費 再由上課的學生來分拐 不過按先學期開始 重點費和行政費都調館 變成是四百一十塊的重點費 先以上課的洗手 對於零點餘的行政費 再由上課學生分拐 企業的程度 大概是一上課 讓家長實在倒不住 教育期九郵三亞工會 前一部調查發現 包括令州 杭霍空 陳世間 委託 學校 保持班 台班的學校 都有遲收費用的進行 先上課學的成績比收費的標準 結束中間一部的錢 批評九郵局感度有問題 現在錢也很難賺 我們多繳得出去 但是會比較偶一點 因為畢竟我們是三班住 照理來講 他應該要確定學生有多少人 之後才可以收費 因為這個簽收到學生數的問題 學校科學安金班的簡章 是在八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發出來了 就已經訂好那個金額數目 所以基本上來講 這個其實都是令人感覺疑雲蟲蟲 工會要求九郵局要重心檢討 機械的必要性 也體體調查學校 遲收費用的進行 不要讓學校 跟學校合作業者 連手百射加重 九郵局是表示 會了解實質的進行之後 再作回應 記者有請問答案 庫恩 高雄報道